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和市警局副局长李清泉 交通队队长张玉丽及环保局科长林嘉宜 共同召开记者会说明 依据市府公告修正的基隆市噪音管制条文 警方开始执行宁静街坊专案 针对任意变更排气管或使用未经主管机关 审验合格排气管进行蓝茶拍照 再移交环保局裁罚处分 本局从即日起会从每天晚上的八点到凌晨两点 我们一天会规划六个班次来执行宁静街坊的一个专案勤务工作 未来的一个勤务执行我们会采定点蓝茶 然后针对本市异为噪音的一个热点路段 以及39处汽机车改装处所周边的路段 我们会实施定点蓝茶的一个勤务 针对任意变更或使用未经检验合格的排气管 我们会加以来做一个蓝茶 然后通报环保局来依照本市公告的一个管理事项来实施裁罚 那未来呢如果说有违反相关的一个法规 我们将会进行3000至3万元的一个罚还 我们期望说能够加强取缔 能够有效的去改善这个噪音污染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也会针对于我们目前民众经常反应的噪音的这个 噪音车出没的这个路段来进行这个查验 那首先呢分别是南龙路 还有仁一路 信一路 东信路 北宁路 新丰街 八渡路 远远路 湖海路 西定路 基金一路 以及麦金路等 同时间呢我们也会针对全市的39家列管 汽机车改装处的这个周边道路来执行这个定点守望 而为了积极防治噪音问题 环保局也说明明年已经编列多套取缔噪音的执法设备 加强执法 明年我们有编列了四套原地检验的设备 还有十套固定的这个声音照相的设备 固定声音照相设备在各区的这个澄清的热点 我们都会装设 然后这个原地检验的设备我们属于机动式的 在澄清热点如果有民众澄清的话 我们就会出动这个设备去前去那个检查 那其实呢为了能够有效的赫止车辆自行改装这个排气管 以及呢制造这个噪音的这个案件 我们也在呢明年度113年的预算采购呢 就是有关于声音以及科技照相的执法设备 同时呢我们也会向环境部来建议下修现有的这个噪音开阀的标准 下修到84分贝 我们会建议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目前现有的一个分贝标准是90分贝 由于市长谢国良相当重视因为改装车产生的噪音问题 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品质 因此市长也将安排时间到警方执行专案的现场进行了解 期盼透过加强取缔 让市民不再受到噪音污染 拥有宁静的生活品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